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子拥有隐形绿帽子 监视自己老婆的故事 有一家神奇的杂货铺在一条僻静的街道旁 只要有人将自己的秘密写下 就能够得到老板赠送的宝贝 这天晚上,摄影师陈祥因为打火机打不着 走进了杂货铺想要买一个打火机 老板开口道这里的物件都是只换不卖 陈祥不以为然准备走了 老板一句,有家不能回 却倒进了陈祥心中的苦涩 原来陈祥的老婆昨晚提出了离婚 为此陈祥怀疑自己的老婆刘云出轨了 杂货铺的老板答应陈祥 只要将他的秘密写下来放进瓶子内 老板就会帮助他找到小三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陈祥写了自己的秘密 老板送给他一顶格铃帽 这顶帽子的功能就是 只要对他说任何人的名字 就可以对其隐身 至于帽子为什么是绿色的 我也不敢问,我也不敢说呀 得到绿帽子的陈祥如获至宝 偷偷地坐上了妻子的车 很快刘云到了一家咖啡厅 他要签一份合同 这个单子他已经跟了好几个月 对方是一个帅气的外国老总 这时带着绿帽子的陈祥也来了 帅老外签订合同后 刘云很开心主动邀请对方吃晚饭 就在这时,帅老外的电话响起 他走到旁边接电话去了 没有了外人,陈祥瞬间就忍不住了 起身就把绿帽子摔在桌子上 怒气冲冲地将合同给撕了 回家的两个人发生了剧烈争吵 刘云气得摔眉而去 刘云在路上散心时 帅老外再次打来了电话 学院刚才为什么这么匆忙离开 刘云说没事 并相约明天再见面聊 当然陈祥也听见了 他急急忙忙地跑回了杂货店 老板再次赐予他一件宝贝 烈焰红唇 绿帽子加烈焰红唇想想都刺激 陈祥静静地站在桌前看着两个人 果然帅老外向他的老婆表白了 可是刘云很果断地拒绝 并表明自己已经结婚了 之后 帅老外问起 他的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慢慢地 刘云回忆起了大学毕业以后的日子 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辛 但是陈祥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留给了刘云 哪怕他任性地想要半夜吃一碗热干面 陈祥哪怕走一两个小时的路 都会去买给他吃 那时刘云感觉陈祥就是这个世界上 对他最好的人 帅老外又问 那现在呢 刘云苦涩地一笑 默默听下这一切的陈祥走出了包厢 把绿帽子摘了下来 鼓起勇气走进了包厢 友好的和帅老外握了手 并直言自己就是刘云的老公 然后转过头来对刘云说对不起 陈祥勇敢地承认 这一切都是自尊心作祟 他的老婆是一个女强人 而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摄影师 但这一切已经不重要 爱才是他此刻最重要的东西 这一刻 陈祥愿意放弃一切 重新成为刘云口中最优秀的男人 两个人终于可以像以前一样 开心的在小面馆吃面 事后陈祥将绿帽子扔进了垃圾桶里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本片故事选自国产奇幻电影 新享世成杂货铺 第一个故事 格林帽 假如你也拥有一顶格林帽 你会用来做什么呢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